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时开学 一月二 那么 请解释几号 一月一 一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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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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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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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开学啦 其实只不过是开学不了 有必要这样sad吗 诶 这样是开学啊 你以为开头奖啊 你还会几开心 我也不想开学啊 你都讽拍片了 还需要讽开学了吗 都不管你的事了 我读讽6 YES 要开学了 明年就可以看到我的女神了 一个月没有见到他 啊 想死他 你去学校看女神 我去学校没精神 到底要选黑色笑鞋 还是白色笑鞋呢 不是得配咩 就是因为都可以 我才烦恼要选哪一双啊 Settle 你可以不要这样懒爬在床上吗 什么都不做 明天都开去了 还不快点起来准备 明天是个重要日子 你一定要做好准备 衣服和烫纸 鞋要超级白 头发要整齐 指甲要剪短 今晚要早睡 明早要早起 准时他出门迎接新开始 哎呦 你明明结婚咩 哇啦 我才哪一个都会在头发 像要染回去黑色了 开学对我来讲 只不过是换一个地方睡觉不了 你这么不爱上学 难道你还要做流氓啊 上学也要流氓啊 忙上课 忙功课 忙补习 忙复习 忙考试 忙课外活动 你流氓 上忙就有啦 忙会试 忙会睡 忙会王 根据气象局最新报告显示 烟埋毫无预警的来袭我国 多个州组的空气污染指数 接近极不健康水平 教育部宣称 若空气污染指数 达至极不健康水平 将会宣布延迟开课 YES 这样明年没有开学 开学根本就是种灾难 如果开学是一场灾难 但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烟埋越来越严重下去 那个才是真正的灾难好吗 我不要有烟埋 有烟埋就不能开学 不能开学我就看不到我的女神 哇哈哈哈哈 下雨了 继续下大雨了吧 只要来个空风暴雨 这样就已经烟了 哇哈哈哈哈 继续下了几个小时的暴风雨 终于停了 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已经降至健康水平 那么教育部也宣布 明日照常开课 我不想开学 啊 惨了惨了 我睡过头了 第一天开学就要迟到 才三点半了 这样我还可以再终十三个钟咯 哼 发了发了